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son 歡迎來到 Take It Cardia 在8月中的時候 這個頻道就達到了15000個訂閱 首先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時候我就開了一個Post 在Instagram和YouTube那裡去收集大家的問題 去做一集的15000訂閱Q&A 不過這件事就拖到現在17000訂閱我都未做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就跟大家來做個找數Q&A 我都選了十幾二十條問題 好 那我們馬上開始了 第一條就是紫菜 那不如做個自我介紹先 那好像我也沒有在頻道上自我介紹過 那我是叫Samson 那我其實正職是一個學生來的 Youtuber是一個Part time的 我在香港大學讀內外全科醫學士的二年班 那可能你想 為什麼你這麼老才讀大學呢 那因為我之前在外國讀了幾年書 又做了一兩年的Part time 義工 那所以現在我就這麼老才讀這個程度 第二條就是 什麼時候分享一下Matic的東西 第一條影片有講過 是阿希的 其實開這個頻道的時候 主要是想分享Tag 還有都想分享一下讀醫的東西 不過因為一開的時候已經疫情了 所以一來又沒什麼時候上學 長時期都是在家上課 在家上課好像沒什麼好分享 讀書方面或者是 和Matic和Tag有關的東西 我一直都想講的 但是後來做一下就覺得這個頻道 好像都是集中在Tag 砌機好一點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訂閱我另一個頻道 就叫做Tagicardia的自修室 那我會不定期的上課一下 還有一些讀書的提示 例如用什麼App去溫習 那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去訂閱我的頻道 第三條都是阿希的 他問我為什麼叫Tagicardia 不是叫Tagicardia Tagicardia這個名字 其實這個來源其實都蠻膠的 其實就是一開始的頻道 想和E4有關 又想和Tag有關 所以就在想一個名字 你知道那些Tag頻道 全部都有Tag字在裡面 那為什麼有Tag字在裡面 又有食字感覺呢 Tagicardia這個名字 是來自這個字的 就是Tagicardia 就是T-A-C-H-Y 然後Cardia Tagicardia這個字 是其中一種心律不正 就代表你的心跳 你的心薄是過快的 第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心血管系統 是其中一個我最喜歡的系統 所以我就偏心選了Cardia 另外一樣就是 有些傻的就是 你看到一樣你很想買的東西 或者很喜歡的東西 你就會經常看 經常想著 然後心跳就加速 所以Tagicardia這個名字 就是這樣來的 第三條就是AW的 有沒有什麼外國YouTuber推介 或者你看開什麼砌機YouTuber網 或者討論區 其實電腦東西 Tag東西和砌機 我全部都是看外國YouTuber學的 所以你問我外國YouTuber有什麼 推薦呢? 我真的超多可以推薦 我最喜歡最風趣就是 BitWid 然後Post Hardware 如果要看評測 詳細和科技的評測 一定是Gamerate Nexus 電腦界耶穌 還有 砌水冷 還有最好的Montage 一定是J2Sense 還有 那些影片是拍得超美 超美的 就是Hardwork & Nux 如果玩二手 就是Tag Yes City ITX就是Optimum Tech 其他還有一些Random些 都是二手 或者砌機的 有Toasty Bros Nerd on a Budget 還有有Sound Studio 就是現在Grad不懂得讀 所以就是超多超多的 外國YouTuber 如果有興趣 大家都去看看 另外 如果討論區 就Reddit走不掉 接著就是Lasty花神爺 經常都看到你的留言 很感謝你留一些超長的留言給我們 他問我做YouTube和學業之間 怎樣兼顧 電腦評測 有時試一輪 要好幾個小時 如果有時結果奇奇怪怪 又要試多幾輪 隨時就沒有了一兩天 沒錯 這個真是很震驚 因為其實拍片很多時候 都不是跟你想像中這樣 有時我計劃了兩個小時之內 要做完那件事 結果那件事可以花了一整天 好在都沒有試過一些超大的 Hiccup 都算是順利的 但做評測真的很花時間 開不了機就少些 偶爾都忘記開Power Supply 那怎樣在學業和YouTube之間兼顧 其實我不覺得自己說做得特別之好 因為其實YouTube都真的佔很多時間 好在這一年來 我們都是e-learning 都是stay home 所以時間上就可以自己安排多些 例如我可以把大部分的課堂 放在幾天裡面 剩下幾天我就拍片 不過時間表上真的要做得很好 而且你要很self motivated 去鞭策自己 跟著自己的時間表做 因為學業讀醫 其實真的不少東西 所以呢 上課的時間 一定要是efficient 一定要專心 一定要是同時 至少要寄到一些東西進去 那你才可以省下一些 叫做溫書的時間 就去擠些時間出來 去拍片剪片 去出片 so far都可以處理合格升到班 主要都是self motivation 要時間管理 那這個我也是繼續在學 對啦 大家如果遲些可能會見到 我會出少些片 因為year two year four之後 會更加忙 還有其實真的辛苦 有一段時間 好像九月頭開學 我們已經是超多lecture 但同時我都要出片 Endcard又快要出 所以負擔是大的 還有是要好好地控制 好好地管理自己的壓力 情緒 那這方面其實做醫生 都是很需要去學習 怎樣去抗壓 所以我覺得 都是一個很好的training 然後就是 稀柔的日常 問我為什麼這麼帥 她真的挺帥 多謝 然後David Ma問 還欠我妹妹妹呢 Hello 然後LeoC underscore exe 問我 吃披薩加不加菠蘿 加 好吃耶 為什麼不加 我覺得有時候 吃披薩不能加菠蘿 有些太虛偽 明明從小到大 吃披薩都加菠蘿 接著就有 It's Me Willie 問我 你有沒有女朋友 是真人還是二次元 真人 有女朋友 那個comment說 IT部部長都有女朋友 是 我可以 你也可以 I N Y J Hi 問我為什麼是Tachycardia D Samson 不是Tachycardia 或者Samson 因為我覺得 如果用自己 Samson的名字開頻道 那些人不太知道 我的頻道是做什麼的 Tachycardia 是一個頻道 我不會說 Hello大家好我是Tachycardia 這樣 有我Tachycardia 所以就是 我是Samson 歡迎來到Tachycardia 然後有Samman 問我 上次在Price.com的合作 覺得怎樣 是不是很難很容易NG NG方面 其實就不是很難的 因為有讀稿機 都有NG 純粹是我廢 所以我一定會NG 就算被我讀 我都會讀錯的 那是不是很難呢 其實都不是很難 因為他們製作團隊很專業 所以整個製作其實都舒服的 只是因為我跟Pinky 可能本身是不認識的 那我沒有怎樣配合過 所以在合作上 就好像沒有什麼大的火花 但是必須要說 Price的製作團隊 是很專業的 還有他們都很照顧到 即是我們那些 Content Creator 去到 上去的需要 他們都很照顧到 都多謝Price 那次搞了那個活動 然後有PUEJSJ 問我為什麼 你會做Youtube 做Youtube 其實都是一個很隨便的 純粹是我覺得 我喜歡的東西 為什麼不跟別人分享呢 那我不是說專家性 但是純粹我喜歡玩玩具 我就覺得 既然都是玩 不如順便拍片去玩吧 所以就開始了去上載影片了 還有其實我覺得 砌電腦是其中一個興趣 拍片是比較吸引我的事 就是我想學怎樣去拍片 想學怎樣去剪片 製片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由 上年十月尾開始 就由開這個頻道開始 就由頭去學 怎樣去用Premiere Pro 剪片 怎樣用手機拍片 然後以至到怎樣用相機拍片 那都是一路去Modify 我繼續做Youtube 就是因為很多東西想學 很多東西想試 那Youtube就是一個免費的平台 讓我去試 讓我去做 和可以聽到別人的聲音 可以讓我看到 別人對我的影片有什麼意見 這樣繼續進步 另外做Youtube就是 因為覺得 有一個空間讓大家去聊 讓大家去分享自己喜歡的東西 讓大家去討論 所以我都很著重 很注重在留言 和我的交流 就是有時候 出了一件事 然後大家就會說 我試過哪一件事 我都覺得是很珍貴的 而且很多東西我自己都沒有試過 所以聽到你們說 我自己都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有OP Tommy問我 對於學習方面有什麼心得 例如會不會有套方法 令自己的東西好一點 專注一點做事 其實我都真的叫做 考過很多很多史的人 我考過會考 考過香港A-Level 考過外國A-Level 考過外國的大學史 然後E4入學史 其實我都試過N那麼多一種方法 例如抄東西 不斷抄Note 又或者弄問題 Flash Card 不同人是需要不同的學習方法 所以現在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弄一些Note 之餘 那些Note 可以當成問題 溫習的時候 就用一個叫Active Recall 的方法去溫習 效率是最好的 因為你不是光看 而是一邊看 一邊想 同時都記 所以就算去到考試 很多時候你見到問題 你未必完全記得答案 因為你有溫習的時候 你有那個想的過程 那你就可以從一些基本知識上 推斷到答案 那這個我覺得是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你的根基打得好 和溫習的時候 要去想的 要訓練自己去想 如果學生看我的影片 那我都鼓勵你們試不同的方法 去看看哪個方法是最適合自己的 因為不同人 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是很喜歡把所有Note 都抄襲 手寫也好 打也好 那對他們來說最有效 令自己專注一點就是 定時間給自己 定一個 short term goal 給自己 那你那天 你的 goal 就是完成了你眼前的工作 怎樣專注一點呢 就是拿開手機 調整靜音 完全不好覆人 我自己會開一些音樂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Chill Cow的頻道 一邊去聽那些Chill Lofi的音樂 一邊聽一邊做事 那我覺得有些音樂在那裡 居人就比較專注一點 還有沒有那麼悶 跟著有Teen Long 他問我私底下的自己 和鏡頭前面有什麼不同 私底下的自己 我想我可能是說少一點 或者我近幾年就變得很introvert 就是我不是很喜歡和人交流 所以有得選擇 我都不會和人說那麼多話 那鏡頭前面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說話 我就不覺得有什麼大不同 那接著Apostles909問我 你有沒有看小薯劇 有啊 我全家人都喜歡看小薯劇 超喜歡情人婦 超喜歡情人婦 喜歡情人婦跟我同年 好 那接著Edmond Ho問我 你以後會不會做醫生 by the way maybe you are the first medic slash tech youtuber 呃 我會 我一定會做醫生 做很多年輸就是為了做醫生 所以一定會努力去做的 我一定不是第一個 又讀醫又做tech youtuber的人 因為我的偶像就是Ali Abel 他就是很motivate我為什麼想做youtube 因為他有超強的時間管理 然後他又可以做到youtube 又可以做醫生 又可以自己的門生意 然後又開skill share 所以他是我的偶像 Yellow Jeremy 0104 問我會不會每天一片 不會 很辛苦 8月底的時候 隔天一片 我真的想死 我很佩服每天出片的人 或者就算每天直播的人 我都很佩服 然後Danny天問我 想知道你砌機連資多久 還有有什麼契機開始 這個頻道 我剛才也說過為什麼我會開這個頻道 砌機連資 其實我中午就砌第一部機 那時候砌i5 之後就沒什麼砌機 因為之後讀書 都入住宿都是買notebook 砌機都是前兩三年才開始 在澳洲開始玩二手 最後就是Nexolas520 問我怎樣可以跟你一樣多subscribers 我做youtube其實 subscribers是其中一方面 但是其實真的不是看著subscribers來做 其實都是一直是自己喜歡做 就做 做得開心就做 可能很多人都想開始做youtube 或者已經在做 但是覺得好像沒什麼動力 再繼續做 可能subscribers又不想 那說真的 其實我是很幸運 得到大家的支持 又得到大家留意到我的影片 但是我覺得 如果看著subscribers來做 是做不到下去的 其實一開始做 都是自己想做什麼 自己喜歡做什麼就做 覺得合理的 就試一下 其實一開始三千元那條小機率片 都是我坐坐巴士想 有得做 不如去做 這樣就馬上回家做了 所以就不要怕去試 還有不要因為subscribers而停下 繼續做你覺得開心的東西 還有都留意一下 想一下市場上需要什麼 如果你覺得你有興趣做 那就試一下去做 就是這樣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多subscribers 說真的 我也真的不算多subscribers 說真的 很珍惜現在有的subscribers 以及 就算以前十個subscribers也好 五十個subscribers也好 來到現在萬七個都好 我都是一樣 一樣珍惜和大家的交流